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一天大家在一起数算神的恩典 切庆祝蛋糕 玩游戏 度过了开心又有意义的一天 请看报道 10月21日在托克马克体育馆 近百位青少年聚集在一起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建馆19周年感恩庆祝活动 活动一开始 体育馆事工负责人 坚雅就回顾了杨家善长老当初如何回应一个神的呼召 放弃在美国悠闲的养老生活 带上他的全部退休金来到吉尔吉斯 开办学校体育馆等事工来服侍当地的孩子们 让孩子们知道今天有这么好的活动设施 全都是神的恩典 这个属灵和体育完美融合的体育馆 已经成立了19年 这要归功于宣教室杨家善长老 19年来 这家健身房 每周向150多名孩子敞开大门 这些孩子的年龄从7岁到18岁 年幼的孩子上英语 绘画 国际象形 手工艺品课程 年龄较大的孩子有吉他弹奏 乒乓球 排球 飞弹 篮球 棋盘游戏和英语课程 18年来 我们每个星期天都会举行福音聚会 在轻松的氛围中 我们与孩子们交流 讨论他们感兴趣的重要话题 分享我们的生活并告诉他们耶稣基督 除了俱乐部工作和周日会议外 我们还尝试与托克马克的倡议青年团体保持联益 举办各种比赛 并举办福音职业 活动中特别设计了开放麦克风活动 给孩子们机会分享体育馆 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 并透过各种活动认识耶稣基督 改变他们的生命 这也帮助他们扩展交友圈 成为开放积极正面并乐观的人 最后大家一起切生日蛋糕 玩游戏 欢喜快乐的度过了这特别的一天 这次感恩庆祝活动也对体育馆事工 十八位基督徒志愿者多年来的服饰 给予很高的评价 这些志愿者大多数都是透过体育馆事工 认识耶稣 跟随耶稣的 其中有五位志愿者 今年年初受洗归入基督名下 近年来 义工团队 无论是在数量 还有灵命上 都有显著的成长 这与体育馆事工 和当地教会紧密配搭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的志愿者团队由十八人组成 他们都是基督徒 除了参与体育馆事工外 志愿者们还参加了当地教会的事工 让他们的属灵生命得以不断地成长 他们在教会带领敬拜和祷告 那是我们的主得荣耀的好时光 我们的体育馆平台是传福音的好工具 感谢上帝 他的国度正在通过我们的时工成长 非常感谢神 能有一群爱主的志愿者团队 参与托克马克体育馆事工 能借此用他们的生命 影响众多青少年的生命 求主继续保守托克马克体育馆事工 让福音广传引人归主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更多关于普世丰盛生命中心事工动态 请点击关注我们的频道 愿神祝福你们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